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金钱树是以官叶为主的植物 它的叶片一串一串 像古代的铜钱 寓意着残源滚滚 但是,在养金钱树的时候 很多花友也出现了一些黄叶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金钱树出现黄叶 用两种自制花肥 金钱树喝了 15天后,叶子翠绿光滑 这两种花肥分别就是啤酒和芝麻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1.啤酒 啤酒中还有各种营养物质 啤酒不仅能促进金钱树的新陈代谢 还可以让金钱树的叶子翠绿不发黄 使用啤酒时找来一个瓶子 先装入一半清水 再倒入一半的啤酒 然后摇晃均匀 再给金钱树喷洒即可 2.芝麻渣 芝麻渣用来养金钱树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不能直接拌入土壤中哦 做法是把芝麻渣暴晒几天 干脏后,碾碎成粉末 之后就可以拌入土壤了 另外,也可用在荒盆配置盆土时 粉末与土壤采用1比6比例混合 给花友们介绍的两种自制花肥 收集方便,只做简单 关键,给金钱树使用效果非常好 最对金钱树的胃口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